二郎家,不好了,九度监狱正在发生一场暴动 周四大伤贪狼的人正准备越狱呢 老子不在家,这群砸死皮又养了 杀贪,杀贪,杀贪 杀贪,杀贪 杀贪,杀贪,杀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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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贪,杀贪 杀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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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眼的 帶著優毒劍 賜龍給我伴著 賜虎給我趴著 命 你是什麼人 現在就幹什麼 來人 是 把咒斯刷腿給我打斷 掉在廣場上三天 你们这群狗杂死 屁又养了是吗 杀神 贪狼 你们两个蠢货 连咒词都搞定不了 都给我去刷一个月马头 今天我就坐在这 你们有哪个不服的都给我滚出来 老子给你们松松金 以后你们要是再因为这种事情烦我 你们这辈子就都死在里面吗 喂 齐正前你死哪去了 你上下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快点 好吧 我在外面办点事 马上就回去 原来人家这么怕老婆 站住 干什么的 我是乔球梦 是向市集团要请我们来参加今晚的晚宴的 邀请 有邀请函吗 没有 但是向总特意邀请我们过来的 笑话 你们乔家有资格参加这次宴会吗 你们配吗 真的是向市集团邀请我们来的 麻烦您就核实一下 今天参加宴会的 可都是中海知名的企业家 像你们这样的小家族 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吗 伯伯什么呀 如果您要是愿意陪我一赢 我倒是可以考虑放你们进去 滚开 臭流氓 臭屌子 竟然敢打我 来人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月婉 你太闯动了 她可是向市集团的人 怕什么呀 我都有其等闲来的会解决一切 冷心 他能解决什么呀 弄啊 大哥 就这两个女人竟然敢打我 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送到我的房间里 月婉怎么办 他们不 谁让你把向市集团的贵逼你抓了 是你吗 我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给我老婆道歉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老子跟谁混的吗 老子跟雷哥混的 您 您是齐务长 齐务长 我有眼不是泰山 你们快请进 走吧 秋梦有碗 晚秋见识你 那你们先聊 这一会儿 我们呀 有很多年没见了 是啊 你这都成大明星了 对了晚秋 乔氏集团区域的邢乡代言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啊 老同学都发话了 这点小事能不答应吗 那可太好了 我现在就军典合同 曹秋梦啊 你不会真以为我要给你们乔氏集团代言吧 你也不撒胖尿照着你自己 看看你们集团的那点价值 现在找我代言的那可都是国际的大企业 就你 配得上我现在的咖位吗 晚秋 我以为你会看在老同学的情分上 同学 你也好意思跟我提同学啊 听说你嫁了一个小预警啊 没想到这当初的笑话 竟然轮迫至此啊 丽晚秋 我过分了啊 红了以后膨胀了是吗 连老同学都欺负啊 我欺负他 那又怎么样 他这么垃圾 活该被我欺负啊 有本事 他就像向总一样牛逼 我马上跪舔他 大家快来看看呀 这小氏集团的总裁 居然照了老同学的名义 小儿我免费代言 你们快来评评李 这有这样的事吗 一个是只几个月的小公司而已 竟敢让李小姐做代言 更可笑的是 乔丘梦竟然让李小姐做免费代言 他的脸可真大呀 妈 明朗秋你过分了 你必须为你的言行而负责 赶紧给丘梦道歉 然后把乔氏集团的合同给我签了 什么 你让我给那个敬人道歉 真是太好笑了 道歉呢也可以 只是啊 这万一折落他五十年的阳寿 那你岂不是就要打光棍了 我要你履行承诺 乖乖的把合同给我签了 我就不履行承诺 你能把我怎么样 威胁我 我劝你最好调查调查 我的背心是谁 七三 你别乱来啊 这是向总为了欢迎贵客举办的宴会 你要乱来的话 你不死定了 你跪下 把那头烤鱿猪给我吃干净 然后连骨头都不能剩 像狗一样爬着出去 喂 小玉角 我要是你 我就赶紧按照林小姐说的去做 没商量 没商量 你要是不撑死 你休想从这个门出去 婉秋 算了 你跟乔兄们毕竟是同学 刚刚让他已经很难堪了 现在还有得理不饶人吗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居然敢这样跟我讲话 你最好赶紧给我朋友道歉 然后让他把这一巴掌还回去 否则 出不去这扇门的人就是你 我就算让他打我 你觉得他敢吗 你知道在这动我 会有什么后果吗 来 告诉我 有什么后果 你居然敢打我 我可是盗户玉米 你居然敢打我 我让你身败迷恋 看你的潮池集团 我当然也被死了 干嘛呢 向上来了 这次的这个小别三 可是吃不了都这种 谁欺负我家宝贝 找死 夏哥 夏哥 哎呦呦 宝贝 大哥你看人家的脸 都被打住了 谁啊 跪下 听说上次林小姐被别人议论了 结果被向上盯倒了 你猜怎么着 她的嘴啊被打得稀烂 今天 姓齐的居然打了林小姐一巴掌 她的下场可是会更惨喽 其惨 向上 难道你不问我为什么打她 或者说是 她为什么被我打 你 回家 什么 够东西你在说什么 这小别三在项民面前还给你重重 这将死定了 沙马特 够东西你在说什么 我还以为你听不懂人话 老子是项氏集团的执行副总裁 在这里老子说的话就是法 就是理 你说的话都是废话 我根本不用听 也不需要去了解 我只知道 你刚刚对林小姐动了错 有意思 明明是你的女人先动了手 林小姐就算是欺负 把你的双腿打断 你也应该跪下来感恩戴德的感谢她 肾哥 你赶紧让她跪下自财 然后自负双腿 向我盗签认错 什么了 林小姐说的话你没听见是吧 还不赶快跪下 你和这个林婉秋 还真是一秋之河呀 够东西 我看你这是在找死 来人 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拿下 打断双腿扔出去喂狗 你怎么办 起座 找死 你不愿意讲道理正好 我也是个不愿意讲道理 能动手的事尽量就不承招 你疯了 你居然敢在孝师晚夜上 不打孝师的副总裁 而且 还是孝公秦的堂弟 狗东西 你他妈是在找死 徐正弦 老子一定要弄死你 这小子真是活腻了 竟然出手打了向总 你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 徐正弦你完了 孝师集团一定会动用所有关系来退回你 还有孝师集团 你们都在死 向总来了 向总来了 向总 向总 你可算来了 秦总现在这个废物 不仅在这里闹事 还把向少给打了 简直无法无天 是啊 向总 这个狗东西仗着自己是安保部部长 就欺负凌小姐 实在是看回下去 就过来劝道 没想到 没想到他居然敢打我 向总 他根本就没有把向总集团放在眼里 你怎么说 老子懒得跟他们这种垃圾争计 小别子 你怎么跟向总说话呢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向总何等高贵 百亿身家全球知名企业家 你这种下三乱 居然敢在向总面前口出狂言 你竟然就该死 李小姐 谁先动的手 他 云万你指什么呢 你小姐我把你的手给断了 林晚秋你给我闭嘴 从现在开始 我宣布 我向市集团终止和林晚秋小姐的一切合作 向总我 还有你 向 作为我向市集团的执行副总裁 你滥用你之权驾攻济私 从现在起给辞退了 明天到财务部 零你攻击 我不想跟你们两个人多说一句话 有事找我的秘书 来人 带走 别让他影响到我的贵客 小东请你不要忘了 老子跟你是亲戚 你现在为了一个外人居然敢对我动刀的 你觉得家里人会怎么看待你 怎么看我 你不是最清楚吗 我自私虚伪冷漠 我告诉你 我早就想办 这次是你把刀提给我 杰东先生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让赵会长弄死你 你给我记住 小东请是绝对不会因为你 当作黑龙商会这个旁人大舞蹈 赵黑龙 林小姐的靠山居然是赵黑龙 别废话了 带走 你 啊 别跟我 小东请 小东请 不过你呢 你好好想想黑龙商会的时候 我是不会为了你和赵黑龙遭恶的 什么赵黑龙啊 少你一手吧 恭喜啊东请 居然请来两位金融界的顶尖高手 向市集团未来可期啊 王总说笑了 我向市集团一直如鱼得水 必定未来可期 你不会觉着请来两位金融高手就胜券在握了 那就不劳王总费心了 对了 我还给你介绍一位好朋友 许总 过来打个招呼呗 许一家 许耀雪 不请自来 还请标签怪啊 许总 过来打个招呼呗 许一家 许耀雪 许耀雪 向总 真不好意思啊 不请自来 标签怪啊 许总的到来让这里彭毕生辉 只是我不知道 原来许总和王总还有这什么关系 没想到 秦等贤先生居然在贵公司上班 真是缘分啊 许耀雪可是帝都人 而且也是大老板 怎会认识秦等贤呢 大家还不知道吧 秦等贤先生 可是我们华国女战神 玉小龙将军的 未婚夫 小小雪 你搞事是吧 这个秦等贤居然是 玉将军的未婚夫 难怪这么张狂 有这样的背景 当然能为所欲为了 照这样看来 黑龙商会也不过如此啊 有玉将军给他们撑腰 他会怕谁呀 当然 已经是曾经的未婚夫了 玉将军觉得 其心上并非良配 便取消了婚约 现在两个人 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了 大家就不要乱想了 我就说嘛 玉将军怎么会看上 一个嘴臭 而且没有能力的男人 一个小玉井嘛 以为癞蛤蟆真能吃上天鹅肉 玉将军真是高瞻远瞩 一脚把他废物给踹了 徐小雪 你还真是个长蛇浮复 徐总和玉将军可是好朋友 他敢这么说话 玉将军还不把他打死 齐等贤 你和玉将军还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莫非还对他抱有欢想呢 今天这样的宴会 你连这像样的衣服都穿不出来 我劝你还是早点人情现实吧 你有病吧 我惹你了吗 你像个傻逼一样来抨击我 我不妨告诉你 你要是想做生意就滚回那个帝都做手 别想着跟虎门集团 来分相识集团这块大蛋糕 你要是敢伸手 我就把你的手拿断 我站在相识集团这边 就是为了狠狠打玉小龙那娘的嘴巴 你要是再拿一小龙那些事过了一个领战 别怪我生气把你摁在地上一顿大 到时候 你可就没什么面子 很好 我真想看看你怎么给我们大嘴巴子 我还真想见识见识 你也有一个小小的预警 还能发个天不长 王总 王总 今天的宴会 不参加也罢 待到相识集团覆灭之时 我倒要看看你这蝼蚁还能蹦他多久 向总 那我们就后会有期了 不是你有病吧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啊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往外说我相识集团的股票就会往下跌 我有时候真的怀疑你是虎门集团派来的卧底吧 放心吧 你有多大的损失 我都会弥补回来 我答应过老乡的会照顾好你的 哎哎你洗澡 嗯我这么辛苦送你回来你不请我上去坐坐 行 你自己在这坐会我去洗澡 哎你 你死直男 你怎么还没走呢 褚祸直男 没看见这么漂亮的女生在你面前吗 褚道大人 门外好像完人了 人不能总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我相信 您过去的战友们 也不想看到现在这样自怨自艺的你 君王大人 请您收我为徒 我定不会辜负您的厚望 喂 君王褚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让玉小龙亲自来求见 而且还是脸次 除了 嗯 就是我随手收的一个徒弟吧 永夜 君王大人是你的徒弟 真的假的 爱信不信 那个疯婆子今天在外面 那你就睡客厅吧 哎等等 你过来看 乔氏集团有关的好几个明星艺人都在同一时间与乔氏集团解约了 而且林婉秋还发布了一篇常文第四乔氏集团总裁乔秋梦 还铺了脏水 一下子这么多明星艺人跟乔氏解约 这对乔氏很不利 又是林婉秋搞的鬼吧 齐瑟 明天乔氏集团就要对孟母发难了 这一事 没有想办法 嗯 这小妞 刚真是凶器逼人呐 我我我知道了 我明天会解决的 嗯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各自休息吧 哎 你 神经 你 去哪 齐等贤 你知不知道你做什么 昨天我走之后你竟然打了林婉秋 你给我带了多大麻烦 他欺负你 我打他有错吗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现在乔氏集团在网上被人人口出发 我这总裁的位置 还是保不住了 小秋孟齐等钱 昨天晚上你们竟然在向氏集团的晚宴上回邪林小姐 把人给得罪了 林小姐可是黑龙伤悔的人 他们要是出手 我们就等着破产吧 小秋孟 你是集团的总裁 祸是你宠的 所以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求得林小姐的原谅 来挽回我们的名誉和损失 我会去找林婉秋解决问题的 但是得给我点时间 林小姐已经跟我沟通过了 他让我们今天把你俩给绑了 送到他门前 会上三天三夜 才肯给我们和谈的机会 林婉秋 他也 西东仙 这哪有你说话的资格 你不过就是我们乔家的一个坠叙而已 当年要不是郁将军念旧情 我们全家都被你活活害死了 所以 今天你俩乖乖的 到林小姐家门前跪上三天三夜 苏泽的话 就当断不退 我用你们动手 我自己会去解决 我跟七那鞋 回到林婉秋 让我们维持 师父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是乔丘梦 今天特意给林小姐道歉的 你就是昨天扔了林小姐乔丘梦 不好意思 林小姐说了 除非你是被五花大帮绑来的 还得跪在你前 否则 他是不会见你的 麻烦你让一下 我们是来找林婉秋解决问题的 如果他这个时候避而不见 可是他承担不起 如果他这个时候避而不见 后果 可是他承担不起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林小姐已经对乔举集团进行了制裁 吃亏的是你们 能有什么后果 这位大哥 你通融一下 就让我们进去吧 不行 你跪下了 我才能进去别人 还有 谁是你大哥 你别这么叫我 因为你不配 哎你一个破保镖 装什么装啊 我是保镖 可那也是林小姐的保镖 你们两个废物来见林小姐都得跪着 你们身上哪有值得我高看你们眼的地方 两个废物 还不赶紧跪下 不跪就赶紧滚 你想不想知道 脑袋与地面摩擦是什么感觉 先生先生 别动作 你他妈 啊 啊 哎呀啊 在林小姐门前你还敢放肆 你知不知道 这个别墅 谁没给林小姐的 那是黑龙商会会长 赵黑龙先生 哎 怎么不走啊 不解释问题了 走啦 你们好大的胆子 来我家居然不下跪 还敢踹我的门 林小姐 变家一姐不一姐 你怎么才能放过我们小吃鸡头 我愿意付出一切再带来救救你的原谅 原谅你 我不是说吗 来我家门口贵个三天三夜 这或许啊 我还能给你一个坐下来跟我谈和的机会 大家都是同学 而且这点事对你来讲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你何必辜负负相连 同学 你也配 你少跟我提同学 想起来就恶心 谁要跟你们这种垃圾做同学 行了 琼梦 我们没必要跟这种人渣废话 就算咱们跪上个三天三夜 他也未必会松口 你还真说对了 就算他在门口给我跪三天三夜 就我呀 还真不一定 就原谅呢 婉秋 你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放过我们乔氏集团 你知道我昨天在宴会上你多丢人吗 你知道我给乔氏集团解约损失了多少名誉和钱吗 想让我放过你们乔氏集团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 乔秋梦我告诉你 我不仅要把乔氏集团搞得死乔乔 我还要让你 你们全家都集权为您 可是 昨天明明是你先戏弄的我 是我先戏弄的你 又怎么样呢 我现在的身份何等珍贵 是你这种人能相提并论的吗 林婉秋 我给你机会你不要不知死活 立刻到网上发布文章 重重的向乔氏集团道歉 然后像你昨天所说的那样 跟乔氏集团免费把合同给我签了 好啊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不知死活 怎么 刚刚不是还很运气吗 现在看到我这里人多 就不说话了 我是不想跟你说那些没用的废话 看你这意思 你是不想跟我们道歉了 让我这么高贵的人 给你们两个贱坯子道歉 你在想什么呢 林婉秋 这段是你自找的 哎 我是齐等贤 我上去了 那我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那天上会门口的事 是我手下白手 我已经把他收拾了 二少家 您就别找我的后长了 小泥鳅 我现在在林婉秋的别墅里 他安排了十几个黑龙商会的打手 要招待招待我 要不你过来观摩一下 装 继续装 我就不信有人敢管赵会长 叫小泥鳅他 你可太会装逼了 上次有人对赵会长出言不逊 结果当天晚上 就被打断了两条腿 行啊 你接着装 我给你十分钟 十分钟要是赵会长不来 你们 就把他的腿给我卸了 听到了吗小泥鳅 你的女人只给我十分钟时间 你要是不过来的话 我四肢可就没了 儿童家 您坐着喝杯茶丑个盐 我马上就去 等我等我啊 秦梦 可不可 我给你倒杯水 有没有搞错到这个地步了还喝得下去 哎呀跟着女的 哀哀哀哀哀哀哀的我都哀哀累了 秦梦翔 这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赵会长怎么还不来呢 撞不下去了 打 给我打 把他的手脚都给我废了 万秋 我给你跪下就是了 别打他 好了 给我跪 跪下来 狠狠的磕头 我不让你停 你就永远不能停 舅猛 你应该相信我一次的 我一定会让这个女人 虔诚的向我们道歉和颤护 够了 给我狠狠的打 把他的四肢都卸了 我要让他像一条虫一样 爬到医院去 住手 照顾我住手 赵先生 你可来了 我刚刚还想给你打电话呢 你要是再不来 人家就被这个女人的男人 给救死了 听万秋 你是疯了吗 什么人都敢得罪 二长家 实在不好意思 我要没想到这个风云不懂事 怎么得罪了您啊 还害您亲自上来解决问题 我的错 我赵黑龙的错 这怎么可能 小妮小 我不是来看你演戏 我是要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二长家 这个事 您说怎么办 咱们就早解决 解决问题的方式我都说过了 他不同意 二长家给你机会 你为什么不照做 我 你是想害死我吗 我 我也不知道钱人跟你能管 你管车 我听着 二长家让你怎么做 你就给我照做 连我都不可能给你情面 什么你你原谅我 我错了 我我都是我 我给你道歉 你连在我们都是同学的份上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原谅我们都是同学的份上 原谅我好不好 扫之近日 何必当初 大家都是同学 你起来吧 我原谅你就是了 谢谢你 二长家 你看他这也跪下认错了 而且您夫人 也都原谅他了 您看 行吧 就这样吧 我们走 起来 赵黑龙为什么这么敬畏你 他以前坐过牢 我在监狱里 对他多少有点照顾 小熊猫你已经被董事会宣布解除总裁之务 为什么 我们明明已经解决问题了 大伯你到底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决定 熊梦啊 自从你担任一堂的总裁以来 集团的收益 没有大幅度的增 你有赵小的扛 险些让我们乔家 找出灭顶之灾 现在 你有得罪的林小姐 让公司的名誉受损 爷爷 我跟林小姐已经达成和解了 而且 他愿意给乔治集团进行道歉 甚至 他可以无偿进行签议 乔乔梦你开玩笑了吧 林小姐说的很明白 让你跟你的废物老公 到他门前跪上三天三夜 还不到三个小时你解决了 笑话 此事不容在意 我已经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乔丘梦 不再担任集团的总裁 老爷子民间 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我们 乔氏集团 老爷子 你可别乱做决定 林小姐可只认丘梦一个人 你要是把丘梦给免职了 林小姐不认账 到时候 公司损失可更大 你是七顶钱吗 当年呢 成了你父亲的情 我才把丘梦取配给你 你要是不失好歹 我就让你从乔家 滚蛋 齐总监 你少在这里放肚 还什么林小姐指认乔丘梦 现在只有我们把他解职了 才更容易取得林小姐的两钱 老爷子 林小姐已经答应了赔偿随师 进行道歉 无偿签约 你要是这个时候把丘梦给免职了 我保证 你们乔氏集团拿不到一分钱 而且 林婉秋也不会和乔氏集团进行签约 齐总监 你要是能让林小姐原谅你们 并且无偿跟乔氏集团签约 我就跪下来给你喊爸爸 乔总 这位自称是林婉秋小姐的秘书 点名要找你 找我 是找乔丘梦乔总 是找乔丘梦乔总 坏了坏了 这肯定是来下最后通牒的 请先 你就等着吧 你好 请你回去转告林小姐 我们一定会求得她的原谅 但是 请给我们一些时间 赵总您好 真是不好意思 林小姐身体有些不方便 所以呢不能亲自过来 林小姐已经写好了道歉信 这里 请您亲自过目 还有呢就是 与贵公司 无偿签约 代言的合同 最后呢 是给贵公司 三千万的赔偿死 是 有没有搞错啊 乔乔梦把林小姐得罪这么惨 林小姐这就原谅他了 林小姐真诚心意道歉 希望你能接受 什么 林小姐给乔丘梦道歉 林小姐 林小姐的心意 我们心领了 回去告诉他 这是 到此为止 是 姐 跪下叫爸爸 你个臭玉井你也配 刚才是谁说的 只要我们解决了问题 你就跪下叫爸爸呀 大家都听到了吧 你要赖账吗 我就赖账了怎么着吧 好 那算了 那我就把 这个东西撕掉 就当我输了 别别别别 哎呀 你把乔师的三千万给撕了 刚刚那就是一张白饼 这个才是真正的支票 但是如果有人再想耍赖的话 我可保不准我撕不撕他 你还出笨啊 你还能管管你老公啊 老爷子 那我可真死了 一会儿 你们自己去找林小姐解释 别别别 所以你去 他们有话好好说 好不好 老爷子 你说怎么办 有人要赖账啊 这东西 我留着也没用 谁敢赖账啊 啊 刚才我说的精神中的没人敢在我面前来着 哇 废嘴 做错就挨打 变得服输 立刻履行你的情络 爸 哈哈 好啊 好儿子 这下 邱孟可以继续担任公司总裁了吧 啊 啊 是 是 不行啊 爸 我听说像是集团现在就在开发新世界的项目 他们有些项目还要外包 咱们可以 邱孟拿着这些项目进行考察 你这样才能服众啊 乔果冻 一天天就你事多 作为乔家人为集团着想是我的职责 是吗 你说呢 放心吧 邱孟一定可以完成任务的 而且这个任务非他不可 爷爷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要是光靠努力就能拿下像是集团的项目 那像是集团的项目 早就不够用了吧 要不要再赌一把呀 你 再会 秦敬先生 你搞什么鬼 你这就给我答应了 像是这样的集团 怎么看得起我们乔家集团 他们的项目 我怎么能拿得下 放心吧 你一定可以搞定的 我是像是集团的 安全部部部长 这块地啊 都是我帮向东晴保住的 有一定发言权 虽然他看上去油箱滑掉的 却也有些门道 今天要不是他 不知道林婉晴的事还会怎么样呢 行吧 今天的事 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我们是夫妻嘛 互帮互助 很正常啊 谁跟你是夫妻 我们结婚了吗 哎 孙默 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出什么事了 我今天约了 像是集团的项目经理钟光明 一会你说话好听的 知道吗 郑经理你好 这位是我的老公鸡的鞋 乔总 你是把我的话灯耳塘疯了吗 我又没有告诉过你 跟我来谈项目 你一个人就可以了 不要带着其他人过来 郑部长 我是觉得 这样比较庄重 我不喜欢他 赶紧让他给我滚 不 你不开心哪 那这样好了 我大发慈悲 让他在这里吃完这顿饭 等他吃完这顿饭 再让他走 你呀 跟着我回家 我们到家里去 郑部长 请你自重 我们是来谈合作的 不是被你羞辱的 羞辱 你觉得你们 乔氏集团 配跟我们项氏集团合作 配得到我们项氏集团的项目 要不是看你长得有那么三两分姿色 老子愿意见你 我告诉你 老子愿意睡你 给你们公司项目 那是你们公司的福分 是天上 是天上掉馅儿 给我们的让你运气 你还不赶快立刻把他给我赶走 然后乖乖的跟我回家 伺服好我 你居然还让我 自重 你 你是不是看到磁性脑子就不灵光了 又没有给找头母猪陪陪你 你是不是看到磁性脑子就不灵光了 又没有给找头母猪陪陪你 每次我有事 他总是会拦在我的前面 可是每次处理事情 又是这么冲动 乔董 你丈夫的脑子是被驴给踢了吗 我再告诉你 抓紧时间 让你丈夫把自己嘴巴抽来 然后给我道歉 给我滚蛋 你啊 乖乖的跟我回家 否则的话 你们乔氏集团 在我们向氏集团的手上 一个笑话也找不到 怪不得向氏集团被虎门集团打压的这么惨 原来啊 向东晴的手下 都是你这种久能饭带 回头 我让向东晴把你给开了 我看你怎么样 第一 你认识向总 我只是认识 我呀 是向氏集团的部长 我当是什么部门的部长 原来是安全部的部长 说白了 不就是不安头子吗 你当了一个吃嘛大小的官 你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个是吧 小子 还敢向向总那边去说开除我 你开什么玩笑 你个废物 郑光明 你的表现败坏了向氏集团的名书 看来大家是同事一场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赶紧跪下给我老婆道歉 磕三个响头 再拿出三个项目 交给侨氏集团 否则的话 后果 你居然敢威胁我 我是向氏集团的项目部部长 需要给你一个抽保安头子的老婆去赔礼道歉吗 你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 抓紧时间 让你老婆 准备好 跟我回家 然后啊 乖乖的陪我睡上 说不定啊 我还能在向氏集团 给你美言几句 让你调到别的部门里去 多抽点油水 来吧 莫莫 来坐到我这儿 否则的话 别怪我动用手段 把你老红从向氏集团开除 莫非正部长不知道 新世纪的地皮是我帮向总拿下来的吗 你确定不道歉 而是在这儿继续叫嚣 新世纪那块地皮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是你们部门老大雷子 从虎门集团里边给保下来的 这么到了这里 成了你的功劳 你当老子是傻子吗 看 今天我就教着 做人的基本道德 小妈蛋 你赶紧放了老子 今天你们部门老大雷子也在这家饭店吃饭 你要是敢当了老子 老子立马把他救过来 收拾你个狗东西 冷战 你别冲动 我冲动 你今天要是不把牵头斗了 我就让你知道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的愚蠢 小不蛋 我这就给你们顾上打电话 哎呀 雷子 你赶快过来呀 你们部门的人把我手指都给掰断了呀 层属 快来呀 听说你们部门老大雷子 是特种部队的战士 本事十分了动 你觉得 他能搞定我吗 小我们的 你居然敢把我的手指掰断 偷了你们老大来了 我要让他把你十个手指都掰断 我还要 让你起眼看着你的老婆 是怎么在我身上动的 啊 雷子 你快过来呀 你们部门的人把我 柔子给掰断了 齐朗贤 你小的可真不知道死活 刚来公司就得罪了雷部长 就又把项目的正部长给得罪了 正部长 向总的表弟 亲切 掰断了他的手指头 那不等于打了向总的脸吗 齐部长 你身为安全部的部长 出手掰断了正部长的手指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我跟你什么交代 我作为你的上司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 重做一个机会 需不需要道歉 需不需要给我一个交代 无可奉告 他找死 咬死了 齐朗贤 大家把话说清楚 别动手 他毕竟是你部长 说清楚 这帮傻逼明摆了就欺负你呢 我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呀 放心 放心吧 这种垃圾 根本伤不到我 郑大部长 现在轮到我们来谈了吧 你是要继续跟我开玩笑呢 还是 是 齐夫长我看了 咱们乔市局团那个小王 太复合咱们 小市局团这个小王这个字啊 签子 以后吧 咱们就可以合作了 一个 那怎么样了 齐夫长啊 既然 正部长都这么说了 要不然就算了吧 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云家义姐弟姐 早这么十次 齐夫长 您敲心的对啊 您放心 这以后啊 只要是咱们 乔市集团和向市集团的合作 只要有我在 一路都是绿灯 您要小心 你怎么了 乔老爷子 你那家孙女去牛逼啊 不仅 都逼着我钱合同 就还把我的手指头给掰断了 告诉你啊 你赶紧让那个姓齐的 带着乔丘梦兰跟我赔礼道歉 否则的话 你们乔市集团 就当着破产吧 爷爷 我拿到向市集团的项目了 你个废物 我让你去订合同 结果你带着曲等贤 去威慎人家正部长 还把正部长给打了 我告诉你啊 正部长啊 人家记仇了 你 要不去求得正部的那谅解 撤掉你总裁的职务 把你从侨家的家铺里 清出去 老爷子 你这么做就有些不妥 再怎么说 邱梦也是您的孙女 郑光明也是因为欺负他才被我打 你现在帮着郑光明说话是什么意思 你呀 要有郑光明的实力 那你就说什么算什么 你就是个废 这事啊 是你们俩做下来的 你们俩啊 要去解决 白平 而且 要把合同给我拿回来 两件事少了一件 我就把你们租出家门 你还想害我们家不够惨吗 你说说 这事怎么解决 如果搞不定的话 丑梦 就会被做出家族 这样不知道你 你是什么呢 爸妈 你们别骂他了 今天是郑光明太过分他才出手的 你们不用担心 我这就去解决 郑光明的问题 你们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 你看这狗东西 他惹了那么大的祸 他该没事没事的 啊 还玩个蛋 那 他或许是真的去解决问题的 而且 他真的是向氏集团的部长 什么 你放心等你好了 我们保证那小子吃了都得到 你 齐德贤 你你怎么来了 郑部长可真是好手段 转头就去威胁乔氏集团 你就是齐德贤 就是你这个废物打了我们的老大 他妈的 你真的好大的狗胆 我们老大可是向总的表哥 你打了他 我看你是不想在公司聚会一起去了吧 邱部长 你准备 让我怎么原谅你 是应该你准备用什么样的理由让我放过你 什么东西 打完了我们老大还敢这样说话 真为向总支持你啊 向总就在隔壁他一会就来 我希望他来的时候你还有这样的胆子说这种蠢话 齐德贤 要不是你 是我们公司的女人 我早就把我把你抓起来给你送一橘子 齐德贤 你敢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东西 我把他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等到向总终于把你 我再报警把你抓进来 我一定要让你到底做穿哪 齐德贤 齐德贤 你不是很装逼吗 啊 你不是要当着向总的面 摆在窝的手指吗 你狂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狂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不装逼了 老子说话你听不见吗 不要以为装裸作业 就可以蒙活过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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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齐德 居然敢在向总的面前动粗 向总啊 董家 你不要为我做主啊 他们小时期做 啊 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坏人这么嚣张了啊 到了啊 解气了吗 啊 啊 啊 差不多了 解气了就好 董家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你借助职权调戏别人老婆 行好潜规则 别人打伤了你 我怎么提出这公道啊 你向总强 即刻起 免出郑光明所有职务 由安全部长齐等贤代替 你向总强你过分了啊 怎么这么说你是欺人呢 我可是你表兄 你却如此帮着一个坏人说话 你这些年吃里爬歪的事还少吗 要不要我一一给你列出来 甚至把你送上法庭 我现在给你看台阶下 就老老实实的下 别在这儿唧唧歪歪的 再多说一句废话 我让你下半辈子都在牢里出不来 你现在是项目负责人吗 你可以放几个项目给乔氏集团 应该不会有什么不爱了 那种还真是给一棒子又给个填兆 项总预下的手段真是高明 现在公司资金链周转困难 很多项目都举步为艰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徐氏集团跟虎门集团 庞大的资金链碾压过来 项氏集团只有破产这条路可以走了 你打算怎么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你先应对着 等于小龙出手 我再出手 好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哦对了 我需要几个小项目来挣点小钱 嗯就在新世纪地皮上吧 帮我安排一下 这点小事 找你副部长去 上学 这些合同 你真的都拿回来了 这有什么好稀罕的 想来就是人家向总同情达理 郑光明啊做的太过分了 向总是想拿他树立典型而已 哎 不管怎么说 这事啊都是邓贤帮忙完成的 所以呢 一会儿你去买些菜 做一桌子好吃的 我们去喝一下 哈哈哈 辛苦了邓贤 这一次多亏你了 我们是夫妻吗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装什么装啊你 哈哈哈 要不是人家向总同情达理 你能搞定 好了好了 去吧去吧 哇 哇 原来黄石手女儿的生日夜会这么豪华 哎 你没好排局呢 之前不是说黄石手变重了吗 是谁把他就职好的 不清楚 当然是位风度偏偏偏的少年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就职的 齐大师您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您不来了呢 家父的病还多亏了您呢 这人真的是他 竟然还是个神医呀 齐三 齐大师 这人呢 咱们去那爸玩两圈吧 书应都送我来 去吧 我跟云婉到处转转 走吧 向总 到你了 这排你是要还是不要 一千万的筹目 此刻输得只有八十万左右 如果这把再输 那么将不对 这是大企业之间的分争 我爸的意思是 不参与 东晴啊 你的筹目快要输光了 我希望你能遵守自己的承诺 和徐氏集团 交换百分之十的股权 托儿 就剩这么点筹码来十万什么吧 什么时候能回本 熬印 熬印 这人谁呀 胆子这么大 敢把自己 掌握到大牢的排局里面去 就是 这人是傻逼吧 穿这么寒酸来参加晚宴 还敢掌握大牢的排局 估计是脑子不太灵过 静奇的 你确定要参与这件事吗 齐等贤 你可别不知好歹啊 我对你的忍耐 可是有限度的 我干什么 你们欺负我老板 难道我在这看着吗 这场排局 是我们三个人事先说好的 与其他人无关 你做什么 赶紧起开 别打扰三位老总 知不知道自己仅仅几两 像这样的身份 是你能参与的吗 他们两个人 合伙欺负我老板 难道我在这看着吗 你还知道欺负你老板 他都欺负你老板了 你在他们眼里又算什么呀 我觉得 我像他俩爸 不知死活的狗东西 这家伙太狂了 居然敢这么说话 这不是在搞死吗 给我闭嘴 现在 我的牌由我的安全部长齐等 先来带打 我愿意再拿出百分之十的股份 参与对赌 向总的脑袋不会也坏了吧 居然让这家伙掺和排局 这不是白给人家送股份吗 向东晴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乔总 借用一下你家先生 帮我来打 好吧 那既然向总都已经请了外援了 我跟许总 是不是也能请一个呀 赶紧请啊 谁来了都一样书 好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今天是皇室首的晚会 他也不希望我们在这个场合里 因为一些口头承诺 而私逼 所以向总 你现在确定了吗 我向东晴向来说你 好 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那我就请叶继雄先生 来帮我们会一回这位向市集团的 安全部部长 齐德贤 赌神 我的天哪 谁总在人脉太强大了 竟然把赌神 也就中先生请来了 了不起呀 齐德贤 这怎么打呀 赌神来了 这家伙排场倒是挺大 谢谢 叶先生 这位是齐等贤齐部长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请叶先生您帮我好好会一会这位 齐副部长了 这排还用打 向总明显冲动了 竟然相信姓齐的这个小别三 这下越来越多给出去百分之十的股权了 这姓齐的要是能拥走赌神一枚筹码 我就直接把我们脑袋放到马桶里面冲下去 没有压力 不会有什么压力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再说了 输的钱又不是输我的 我会永远让你记录业绩兄这三个字 也让这三个字成为你一辈子难忘的噩梦 向总啊 如果你现在投降的话 看在咱们往日的情分上 我可以松松手 我向东晴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这样子 能不能别磨叽了 玩不玩了 你的桌面上只有八十万的筹码 想怎么跟我玩 你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我想一把订输赢 你的筹码还不够 那要是加上我的命呢 你怎么办 几岔 你疯了你竟然赌命啊 那要是加上我的命呢 既然想一局定输赢 那就简单一点 继续玩 黑杰克二十一点 客观 起牌 你先还是我先 我赌命 我先 我筹码比你多 你跟我先 好啊 那就你先 反正怎么样都是我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第二张牌 我的是五点 黑杰克 赌神已经拿到了五点还敢继续要拍 黑杰克 而且毫不犹豫 而且毫不犹豫 肯定是胜券在握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张牌依然是五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张牌依然是五点 二十一点了 哎呀二十一点 真不愧弄神啊 该你了 七先生 七先生 你要是现在运输的话 我还可以看在小龙的面子上 原谅你一次 你和他还真都是臭味心 说话都是一股人上人的味道 放肆 徐总给你机会居然不怎么珍惜 赌神已经拿到了二十一点 胜券在握 我真不相信你运气还能这么好 能拿出来一张A 直接凑成黑杰克 我想看看 你怎么分配 运气不错 你有一张K 但是你的底牌不是A 我这边有两张5 你要不要拨一拨 拨一拨 怎么可能啊 黑 黑杰克 排局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你已经爆牌了 哈哈 这就爆了 就这一感跟赌悬大牌 真是个废物 不可能啊 鸡蛋怎么可能爆牌呢 这都是他自找的 会没有办法 黑杰克 我说过你已经爆牌了 还在这儿装 你怎么就知道我爆了 难道你知道我的底牌 继续 排局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 你的底牌是一张六 你已经爆牌了 齐等贤 你可别敢玩 不敢输呀 你的牌已经明明爆掉了 你还在这儿装模做药 你有意思吗 继续 一会儿有你们吃变的 都已经爆牌了 还在这儿装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 不过如此 真是让我失望 难道我们真的要输了吗 七段贤 要不你还是自裁吧 我对弄死你这样的垃圾 不感兴趣 会弄脏我的手 我这还没有开牌 怎么大家都觉得我输了 姓齐的 你装什么装 我倒要看看你的底牌是什么 如果输了 我不介意亲手把你的脑袋扭下来 那你就看好了 不是吧 齐色 这么多的翻盘 怎么可能 你的底牌是六点 不可能是A 你出老千 老千 你到底是赌神 还是喜欢看赌篇的赌头吗 怎么会这样 赌神竟然输了 我不可能记错他 你的底牌不可能是A 而且你也跟我争了先后 G牌 你又记住了这副牌的几张吗 还有啊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作 你的竞争对手 下一张牌是红桃三 第七张牌是梅花Q 第二十二张牌是黑桃四 我的天 七段你也太帅了吧 我会是个赌徒吧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至于为什么要跟你争牌 无非是让你确认一下 有没有记错的 人啊 有时候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见不一定 我输了 徐小姐 对不起 有事中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我今天也算是见识到了 不过 我不会就此甘心的 回去磨礼一番以后 期待有机会 再与七先生交手 徐总 真是不好的意思 又打您的脸了 徐东西 你不要以为你运气好 赢了业绩成了一次 你就可以嚣张了 你别忘了 优势还在我这里 徐总 王总 希望两位啊 不要忘记赌鱼 愿赌服输啊 好好好啊 东晴 你确定你能吃得下吗 那就不拉王总费心了 哼 不愧是齐俩是这都能翻盘啊 莫莫我就说吧 齐瑟还是有不同协肠证 这一次 不过是他运气好吧 感谢各位的光临 今天晚上 都是为了我的小女 现在呢 邀请我的共同出场 这就是黄青哥 黄世手还能生着这么漂亮的女 齐大水 你的礼物呢 没准备 齐大水 你的礼物呢 没准备 跟你开玩笑的吧 我就知道你是那种 随性洒脱的人 明显的穷酸 哪不是相应礼物来的 就是 真不知道黄小姐 邀请这样的穷逼来上这宴会 有什么意思 秦哥 生日快乐 我的天 竟然是中南李家的李少 李家可是中海一大家族啊 而且他们叫世代西武 李少更是当宗巧处 秦哥 能与我共舞吗 抱歉李少 我 今天有些不舒服 秦先生 非常感谢你救治了我父亲 我能不能邀请你跳支舞 这 这不太好吧 乔总 我想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齐等贤 既然黄小姐已经诚心邀请你了 你就陪她跳一支舞吧 你就陪她跳一支舞吧 那 那就请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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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汽等贤 找死 启等贤 我警告你啊 以后 离黄小姐远一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但凡你哪支手 以后再触碰着它 看了那只手 是吗 黄青哥 齐子先生 你还算男人吗 你今天打算告状 齐先生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刚才呀 有人威胁我说 如果我再碰你一下 他就把我的手砍掉 我就是想试试 这个事是不是真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我这手也没被砍 看来那是有人在吹牛吗 齐先生 你开什么玩笑呢 怎么会有人砍你的手 我我我先忙去 齐都解释了 你给我等着 黄小姐生日结束 再慢慢给你算这笔账 黄文朗 何家何定坤前来送终 什么 今天竟然有人来送终 当年和黄两家在一起做生意 黄家赶走何家的时候 提前给他准备了一副大众 说他们不走正当 需要提前准备后事 何定坤 你今天什么意思 你当年送给我们家的终 我今天就是要原本不共的 和他还给你 来人 这几个杂嘴 给我活着 黄家这只要战士欺人 你给我欺少吗 这么装逼的人 在我们监狱一般活不过三个小时 黄先生 在下香山龙门分舵少舵主陈雄飞 如果黄家今天非要动火 我远奉陪到底 竟然是龙门的人 今天何家 摆明了是要砸场子啊 想不到是龙门的人 既然你是香山龙门分舵的少舵主 那你就画下道来吧 很简单 要么找人打死我 要么我就打死你们 否则 今天这口中必须受下 你是来踢馆的 是 如何 我李家愿助黄家一臂之力 好 那就有请李家臣的高手 替我教训教训这个小子 三叔 有劳了 毛头小子 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四叔 怎么可能 怎么让 这家全不过如此 看来今天 黄家这口中是收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其他事 你有没有办法 杏仑仙 你做什么 好厂子 黄家 也没什么人了 哈哈哈哈 我来试试看 这种垃圾 放放嘴炮子算了 还真上去跟人家单挑 他上去不是找死吗 李家的高手都输了 他还上去啊 听我的厉害 我给你一个欠头鸣的机会 我可以考虑手下留情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是能撑得过我五招 我可以考虑手女为兔 下见嘴里的小子 一会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走下去 我相信其他一定可以创造奇迹的 敬酒 吃吃罚酒的狗东西 这什么工权 什么 正然是半个工权 行义宗师郭允申在监牢里领悟的拳法 你如果真的能撑过五招 我可以考虑大杀慈悲的几点 全输了 这怎么可能 中海怎么会有这样的高手 把你的钟带回香山去 皇家今天就不胜负 我们愿赌服输 今天我输了 下次有机会 再找你讨教 多谢齐大师出手 要不然小女今天的生日夜就毁了 说呀 今天放开了吃放开了玩 有什么需求 直接找我拼 什么可得意的 不过是运气好点吧 听了 我要莫夫人 那个陈琼飞 我的确不是她的对手 哎 李少 你不是要教训教训我吗 怎么走这么着急啊 总监 你没事吧 没事 这都小厂呀 我开车送你回去 地址在哪 云顶天宫 云瓦 我没事 你们先走吧 不要放弃 我还是有机会的 李小姐 这是齐等仙先生刚刚落在这的包 您是他的朋友帮忙送一下啊 谢谢我会送到的好 这难道就是天意吗 是云顶天宫的钥匙 玉将军 乔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 当然是回家呀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老天天在我家门口烦我 齐等仙坐在这 后然的话 他怎么知道我来过 齐等仙 做一下你的态度 云顶天宫 是你这种货色术的地方吗 你说这是你家 那你把钥匙拿着 钥匙好像 辣子宴会了 哈哈 我就知道你会用这种颇小的说法来应对 你带乔小姐到这里来 怕也是想借用这栋别墅装逼 啃蒙拐骗的吧 哎我住哪跟你有什么关系 齐等仙 一个男人如果很下决心去脚踏实地做事的话 就算达不到从前的高度 那也未必会差到哪里去 李小龙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齐等仙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老老实实找份工作 脚踏实地的去做 而不是想着法的忽悠人 你被人揭穿了 难道不觉得丢脸吗 御大人说的对 你应该听听 是连你也不相信我住这 住哪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秉承一颗真诚伤尽的心 否则的话 一辈子都只是废物 齐等仙 冲了走了 嗯 谢谢啊 回去吧 齐等仙 你 啊 啊 派人不成 反受其害啊 洗了洗你还试着吗你 啊痛痛痛痛哎 啊 行了 既然这样 那就让你在这住一晚上 哎 脱鞋 要要不要这么快 擦药啊 哦 吃等仙 没啥 啊 行点吗 我跟你有仇是不是你用这么大力 快就好了 啊 啊 啊 小姐 喂 向总 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啊 几点钱 我成立了天使资本 应该做老板 你有什么 看来乔家 没这个福 李大小姐 啊 这一大早上呢 在这巡逻呢 是这样的气色 今天早上呢 邱梦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是乔老爷子八十大寿 他应该也通知你了吧 你 应该也会去的吧 当然 我为什么不去 哦 今天别再给我找麻烦了 否则我真保不了你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找麻烦 而是麻烦找我们 你看 祝乔老爷子 乌入东海 兽比南山 我李家为祝乔老爷子八十大寿 特此 送上百年山山一枚 哎呀 李少 鬼客呀 无愧是李少 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来来来 各位 李少乃少年英雄啊 年纪轻轻 就已经明镇四方了 今天 能够来为老爷子祝寿 我们乔家是彭壁生辉啊 来 欢迎 祟父 我认得你 你怎么在这啊 李天洛 你欠揍我 哈哈哈哈 齐陆贤 你个吃软饭的对婿 竟敢这样跟李少说话 还不赶快跪下 给李少道歉 还不赶快跪下 给李少道歉 哎 算了 今天这么喜庆的日子 就不要闹事了 哈哈哈 小大嘴 咱们的事可没完呢 实际的话 你现在跪下来 喊我什么 爹 挺发誓啊 以后 再也不接近黄情歌 我呢 就考虑考虑 放过你 我喝呀 嘿 谢谢你 哎 李少李少 别大旅 你个吃软饭的废物 哎呦 爸 爸 这位就是咱们东海省 大名鼎鼎的李家全传人 今天特意来给您助寿了 李少 你太客气了 乔老爷子 我呢 这儿还有一份大 李家药业 现在有一个一千万的项目 现在交与乔氏集团 以此 来恭贺 乔老爷子 八十大烧 李少 咱们第一次见面 你为什么如此 哎 小老爷子 我呢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对乔氏集团总裁 乔秋孟小姐 青木已久了 可是啊 我听闻乔小姐 已经许陪给别人了 我这心中啊 甚是遗憾 所以 我想请乔小姐 与我共饮一杯娇杯酒 不知乔小姐 一下如何 啊 没想到李少居然对青木有意思 李少 你要早点说出来 哪有欺赏钱的事啊 啊 这 李天洛 我的女儿 你敢碰 许陈先生 你闭嘴 哪有你说话的份 秋孟 还不赶紧喝酒杯酒 李少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分 只可惜啊 你这个爹 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废 秋孟 不就是跟李少喝杯酒吗 为什么这么磨磨叽叽的 不就是想喝酒吗 我陪你喝 我陪你喝 你 你个砸碎 怎么 一杯不够 我这还有一拳 鸟 可惜够了 不就是一杯酒吗 我喝就是了 你们俩可真是绝肺啊 得罪了我们乔家的贵客 你知道会造成多大的死是吗 青岳贤 废物 永远都是废物 你这辈子 也翻不起什么疯了 你 你真敢当众行凶 你还有我爸没有了 爸 爷爷 快叫救护车 叫什么救护车 救护车来了就完了 那我来试试 师傅 是孙清玄 原来是小黄的弟子 看来老爷子要救了 沈亿 赶快看看我们家老爷子 沈亿 我们家老爷子怎么样了 这是弃血空心 我呀 给他扎起来 他马上就会醒过来的 那就 那就好 不愧是沈亿啊 这么快就看出了老爷子的症状 他这根本就不是弃血空心 他这是救急复发 如果你擅长针灸的话 即使是孙清玄来了 也救不了老爷子 你个黄口炉子 还敢在我面前 常谈什么医术 齐等贤 你就是存心想害死我们家老爷子 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给气的 你干的什么信你 孙有为 可是要王孙清玄的亲传弟子 居然有人敢教他怎么治病 医者父母心啊 我们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 齐等贤 你最好不要乱说话 树叶专攻 孙老先生 是医学领域的专家 老爷子 只是偶发性的昏厥而已 没有什么大碍事 我用银针在他血位上刺激一下 他马上就会醒过来的 你这一针下去 老爷子必死无疑 修贤 老爷子都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敢敢诅咒他 你 孙神医 你不要管他 你赶紧救救我们家老爷子吧 爸 来人 爸 孙神医 老爷子这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 恐怕要请我师父过来 快找姚王来 要不然我们家老爷子 就不行了 等孙清泉来 恐怕都要准备 老爷子的后事了 秦军贤 老爷子就是被你 气成这样子了 你还有脸说 要不让我来试试吧 再晚一些 你就真来不及了 一个小玉京 竟然大言不惭说 自己能治病 简直笑死人了 爸 可以让齐等贤试一试 黄尸首的病 就是他治好的 这是我师父口中的齐大师 难道 真是他救的黄尸首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我这是怎么了 您刚才晕倒了 是等贤救的你 您等贤 老爷子 你现在刚刚有好转 需要休息 最好能卧床静养 新公司那边有人找麻烦了 你去处理一下 明白 齐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没去三家小玉颜色的夜会 向总新公司那边叫我过去 说有人闹事 我也要去 等等我呀 你是什么人 我是封横地产公司的老总 找不去吧 你或许听过我的名字 齐瑟尔 封横地产可是个流氓公司 他们背景很势强大 你小心一点 之前他们闹过不少的事情 但都被解决了 小心点 我们调查过 哎呀 杀人到那块地 是被你们天籁资本 最近才收购的 而且呀 你们天籁资本也是最近刚成立的 是又怎么样 嘿嘿嘿 这样啊 这块地呢 我们也相忠了 但是 被你们杰族先登了 这里有五千万 我也不会让你们吃亏 买你们天籁资本旗下一百亩的地 怎么样 五千万你属下 有个朋友 多个朋友多条路吗 嘿嘿嘿 我要是不收呢 不收 不收 那你就只能吃亏 只能上当啊 包括你们这家公司 开不下去了 赶紧收钱 然后把处地转让合作 我拿过来 赶紧带着你这臭钱给我 别脏了我的眼睛 没人敢和我赵强这么说话 你也不扫丁草面 你赵远我是你惹得起的人吗 这钱我收了 嘿嘿 这才十项 这五千万 就当做是你损害我公司财产的赔偿款 我二楼不好是 给你个机会 再说一遍 吉萨 先不要惹事 事情要打给公司也不好 要不试试 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 好啊 我给你一次机会 五千万给我留下 带着你的赶紧给我滚 吉萨 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一百目给我 让这小娘们伺候老子一个星期 我就对你的愚知和无谓 让你妈给我写七天奖 我可以考虑原谅 怎么 想动我呀 怎么 想动我呀 想动我呀 来 让我试试 放开赵总 王八蛋 你要是敢伤害赵总 今天让你赔家死定了 是吗 你有什么资本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 靠什么呀 靠你这群废物吗 砸我公司下我朋友还让我朋友陪你 你这小子有什么 让我打得了 叫人啊 好啊 你赶紧叫 你叫的人要是弄不死我 今天就弄不死我 小子 我等着 喂 鲍哥 你快点上来 我他妈被你抖了 小子 他妈你给我等着啊 十分钟以后 你他妈就说跪下来把头锅磕破了 然后把这个女人脱锅搜到我面前 我他妈都要弄死你 喂 哪个不长眼 你把我的名字 你帮他 帮你 叫我是他 我干的 齐董贤 怎么是你啊 这不是王总的弟弟王豹 怎么着 你要替赵清楚 姓齐啊 别叫我削 今天你势单力不 你就是再能打 你能打我几个人啊 看来 你确定又给赵强出头了 放肆 原敢跟鲍哥这么说话 小别三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敢指呼鲍哥的大名 鲍哥 你们看看他嘴角这么伤 什么心情 问问他 这是谁给你留下的 齐董贤 他妈别嚣张了你 今天你势单力薄 还这么张好 没了像殷勤给你撑腰 你拿什么跟我斗啊 啊 齐董 要不 这期间认怂 下次下次找机会再帮我回来 就这一群废 我给他认识 要不是看着他们人多 我怕一会儿护不住你 他的脸早被我打烂了 哟哟哟哟哟 我说他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嚣张呢 原来呀 是想在女人面前出头呀 齐董贤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头 出谷 诗像的话 乖乖的跪下 然后从我的碰刀爬过去 哈哈哈哈 又钻了空档 你就不怕折瘦吗 哈哈哈哈 折瘦 小子 我今天摆明了告诉你 上次你在赌场 惹到了我哥 你们和乔家 早晚都会死掉 我看谁敢动齐部长 王豹 谁给你的胆子 敢在巷使集团都我的人 向总 您怎么来的呀 向总来的可真及时 要抱个怕什么呀 叫我兄弟们干啊 你什么闭嘴 向总今天这事儿 算了吧 我把赵总带走 咱们警匪啊 不犯河水 警匪不犯河水 我今天公司刚开业 你就乍乎着带一帮人来找事儿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儿 你最好让你回家看看你家小娘 在不在家吧 齐先生你别决动 你报 你给我说清楚 胆敢有半点家伙 我不介意杀了你 齐先生 我告诉你 你要想救你的女人的话 你就把我放了 要不然 他 如果你还嘴硬 我不介意把你的骨头 一块儿捆死 你要想救你的女人的话 你去去排行汉 你要去她晚了 知不知道被谁买了呢 这是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益晓龙跟你们这种杂死活的 真是蛇属一窝 你 齐等贤 我劝你不要冲动 我觉得这是个陷阱 他们在引你过去 我老婆让人抓 难道你让我当王了吗 齐先生我给你解决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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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我的妈妈 就是你小子在我白街上闹事是吧 你什么意思 是你齐等闲 今天王老板指名点性要找你 你小子竟敢亲自送上门来 当真是不知死活 走吧 快去 呦 齐等贤 你来的可真即時 吃点 别废话 我是来接邱孟 接人 齐等贤呐 你可真能跟我开玩笑 你以为 今天你能带他走吗 你们可真是够无耻 杰尔连现在在骑车这丢了场子 就去找乔舅梦的麻烦 你们还是男人吗 今天有个老朋友等着你呢 齐等贤 好久不见呢 齐等贤 好久不见呢 康学权 我饶你一命你还敢回来 饶我的面 要不是看在玉小龙的面 早就是一句此事 也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 还杀死康了 还在这给我大放厥词 齐等贤 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 你以为 你能活着走出去吗 齐等贤 怎么办 垃圾扎堆也终究是垃圾 最多算个垃圾堆 我给你们三分钟 把丘梦给我带到这 不然的话你们都得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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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齐等贤 你要把我笑死啊 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土皇帝吗 你以为我们都怕你吗 我要告诉你 今天你不仅要死在那 你老婆 也要被我带走 也要被我带走 还有你身边这个小妞 也要跟我们留下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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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今天你只要乖乖的自断双手 然后跪下 给我磕两个想法 我还可以大人有大量的放火了 那就是没得谈了 谈 你他妈有资本跟我们谈吗 就凭你 你配吗 就算是向东晴来了 老子也未必给他面子 啊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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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等贤你干什么你 啊 啊 齐等贤 崩了吧你今儿敢动坑手 把球梦给我带过来 说得你们都得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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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等贤你找死 敢在我的地区闹事儿 赵会长 赵会长您可来了 齐等贤这小子 竟然在您的场子 他当众行凶的 他当众行凶的 齐等贤 你简直找死啊 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儿 你是不是没把我赵梦龙放在眼里 没把我黑龙社会放在眼里啊 你就是赵梦龙那个不争气的弟弟吗 你胆子挺大啊 敢参与这党的事儿 齐等贤你找死 竟敢污蔑赵黑龙会长 我看你他妈活腻为了你 我赵梦龙今天要是让你活着离开白金汉 就不是人 齐等贤 你今天终定要死在这儿 这有你出话的份儿吗 我管你是什么赵梦龙赵梦珠 赶紧把我老婆给我送到这儿 否则你们的下场跟他一样 你小子不是很能打吗 好 今天我就会会你 要是你赢了 带着人滚蛋 要是你输了 给老子把命留在这儿 早就听闻赵二少是八级拳的高手 今日一见 果然是三生有幸 嘿嘿 齐等贤 你敢不敢 你之前不是在生日宴上挺狂的吗你 你这是在找死 齐三 赵梦龙的八级拳可是很厉害的 你小心一点 要打就快点 别磨磨唧唧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老子就成全你 要打就快点 别磨磨唧唧 赵梦珠 怎么可能输给齐等贤 赢啊 放人 我不可能会射 不要让我重复第三点 放人 齐等贤 你简直是找死 我们今天这么多人战 你狂什么狂 齐等贤 我告诉你 就算你赢了 你也见不到你老婆 因为你今天注定不可能离开这儿 我大哥他马上就来 找小泥就来 那好啊 那你就让小泥就过来跟我谈 齐等贤 你还真是不知道死活呀 一会儿赵黑龙来了 非把你拆了不可 只怕呀 这小泥就来了 先废人 然后再把这个白金汉送 真是可笑 白金汉送给你 你恐怕不是白痴吧 齐等贤 你可是真能惹麻烦 先前是康少 现在是黑龙商会 你有几条命 也不够死的 我看看是谁穿了手机包子 敢伤我赵黑龙的弟弟 我看看是谁穿了手机包子 敢伤我赵黑龙的弟弟 大哥 就是这个小崽子 差点给我打个半死 小崽子 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现在我大哥来了 你不是说他要剁我一条手吗 还要把白痴给他送给你 啊 齐等贤 你不是被吓傻了吧你 啊 你说话呀你 装哑巴是吧 黑龙啊 这是你们的家事 你看着处理吧 我们就不仓库了 只是今天 别让这小子活着出去就行 等您是吧 你打算怎么处理 齐等贤 你找死 赵会长也是你得罪的 赵会长 你 你怎么给他跪下了你 二龙家 设定年幼无知 我知道深切 得罪了二龙家 他竟二龙家的 宽恕 赵会长 你是为黑龙商会的会长 你能给这个杂罪下跪 怎么 你是不准备给我们主持公道的 在尤多尔当家的面前 损个屁 随便一个坏人放出 我灭你们神会的 成了 起来吧 你好歹也是黑龙商会的会长 见人就贵 成何替他 你问问他自己吧 他绑了我的脑 我过来要人 他非要 猛龙 你这是刀死 你知道吗 二龙家的女人你也敢动 快说 小警弄到哪儿去了 赵黑龙 你他什么意思你 你今天是要帮定这个齐等贤吗 赵黑龙 你在做什么 做什么 知道我赵黑龙一贯的医德夫人 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 老子不管他是谁 只要敢跟二张家的作对 我赵黑龙第一个不答应 大哥 我真不知道你和齐等贤的关系 人就在留下 我去带过来 赵黑龙你敢 你是明摆着在跟我做对吗 王虎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让我也教教你 什么是医德夫人 好 很好 咱们走着瞧 哎 不让你走了 今天 我老婆不到这儿来 你们一个也别想走 齐等贤 不要欺人太瘦 王虎 二当家发话 今天你们谁 别想离开 嗯 秋梦 秋梦 妈妈 你没事吧 他们要对你做什么 今天要不是齐色的话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放心吧 我们没事 谢谢你啊 灯县 谢什么呀 我们本就是夫妻嘛 你们可以滚了 我们走着瞧 三方五次破坏我的事情 向市集团一倒 我看还能蹦他几天 二当家 我就这一个 都是我管教不严 今天就是您的 就当是 还请二当家 少过我天 小妮娇 这事你看着办就好 只要秋梦开心 一切都好说 其余对你自己看着办吧 王虎 过来 给乔小姐跪下 道歉 赵会长 这我可承受不起 行了 过两天 把白金汉的转任合同 给我送到了就行 我们走吧 大哥 你为什么对这个性奇的这么恭敬 他到底什么身份 你最好什么也别问 二当家的身子 不是你能知道的 你只需要知道 什么文玉晓宏之类的 在二当家面前 不过是对垃圾 这里就是云顶天公 向总竟然在这里组行宴会 我的天哪 我竟然连房间都没有转完 云顶天公是向总的吗 不是 是他借来的 还是那么罪用 没想到向东行这次居然借了云顶天公当宴会厅 这是要给咱们一个下马位呀 看来我们想吞并向市集团变得很难了 云顶天公的主人可是永夜君王 你是有钱 被你脏手碰了谁还想吃 你知不知道 我这双手买了多少包子 要是被你弄脏了 电污了 你个穷逼赔得起吗 你不吃就不吃干嘛要浪费啊 你不要在这里故作而言他 我再问你 把我的手弄脏了 你赔得起吗 况且我就算浪费有罪 我楚冰随便一个广告就够你奋斗一辈子 我在跟你说话听不见吗 不知道回答 这个老色皮 看楚冰小姐长得漂亮 就故意在别人拿东西吃的时候去摸人家的手 还不赶紧给楚冰小姐道歉 楚冰小姐可是徐氏集团的形象大使 你得罪得起吗 我只是在拿食物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 你们至于这么大体小作 而且我又不是故意碰的 我管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楚冰是什么样的 我的手买了几百万的保险 也是你这个穷逼能碰的 那你想如何 跪下 然后拿湿纸巾 把我的手被你碰到的地方 仔仔细细的擦干净 直到我满意为止 还不赶紧跪下来 给楚冰小姐的手擦干净 像这么低尖的人 都不知道她怎么混进来的 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把你刚才碰到我的地方擦干净 因为我觉得被你这样的人碰到很脏 很恶心 哈哈哈哈 这人真是搞笑 还让楚冰小姐给她跪下擦手 还嫌楚冰小姐不干净 你能碰到楚小姐的手都是你的荣幸了 不过她不喜欢你 你还是老老实实按照她说的做吧 真是一群舔狗 怪不得网上总说舔狗不得好死 还真是粗鄙 果然人穷这段 真是不知道 向氏集团怎么会相中你这么个低素质的辣气 也难怪 向氏集团近几年的生意 一直不见其色 说不定啊 再过两个月 就被刮分了 就凭王虎那个蛊惑仔 还有徐老雪那个澳门娘 也想刮分向氏集团 做梦呢 你是什么人 敢这么拼下徐总 跪下 七个姐又闯祸了 楚冰小姐 实在抱歉 我替我老公给你道歉 哎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 有滚 楚冰你怎么打人呢 我看谁敢扶他 谁敢扶他就是跟我楚冰作对 我劝你在这么做之前 先掂量掂量你自己有没有资格跟我叫板 女人 这是找死 女人 这是找死 他妈今天要是不把这些东西给我吃完 然后好好给我老婆道个歉 我就剁了你的手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高贵 你你既然敢打我 还望我去把里边塞脏东西 我不会帮我你的 打你 今天你要是不把我老婆哄好 你也就把你的手车给剁了 杀人了杀人了 七个姐算了你快放开他 他打了我你也教训了他 我们还是算了你放开他吧 算了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绝对不合你什么算了 你们三个 我放出去都活不到明天 好啊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们活不到 楚冰小姐 让我打了你 你要是不满意你打我就好了 打到你满意为止 反正你算什么 打你脏了我的手 向总 这是怎么回事 向总 你们公司这个香巴佬是个老色皮 趁着楚小姐去拿东西的时候 去摸人家的手 是啊 楚小姐斥责了她 她反倒嚣张无比 说我们在她的地盘上没有资格狂 向总 不是这样的 是楚冰小姐她咄咄逼人欺负我们 是她先打了我 所以季当仙才还记得 我可以作证 向总 今天 如果你不给我楚冰一个交代 那我就只能找社交媒体发声 到那时 官方解误 可就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了 楚小姐是在颠倒黑白吗 颠倒黑白什么了 楚冰是我徐氏集团的贵客 齐等嫌一个男人不仅动手打女人 还往人家嘴里猜脏东西 向总 你们向师集团就是这么管教吓人的吗 向总 你可是主办方 你们公司的人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 我们虎门集团向来以公正著称 这件事 我绝对会一管到底 你一个蛊惑仔 把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干什么呀 齐等贤 你们找死你 现在 给我老婆跪下 求得她的原谅 然后再把这一桌子东西都给我吃掉 否则的话 谁来也不好吃 向总 你们向师集团的人 都这么嚣张跋扈的吗 向总 你的人既然这么不知好歹 那我就要找人好好教训教训啊 齐总 你这是哪儿整的阿梦阿狗 也想用他镇得住 齐等贤 我看一会儿你嘴还能不能这么硬了 天狼 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小子 你挺狂啊 我的天 这个人是什么疯子 居然在身上挂这么多手雷 就不怕突然爆炸 把我们给害死吗 齐三 好安不是一千块 齐等贤 我们不跟他们疯子一般计较 大不了我们服务软 齐等贤 要不算了吧 别撞枪 向总 你在一旁看着就好了 吓不人呐 这一套啊 我都不知道见了多少回了 实相的话给我跪 不然我把你炸成碎片 你可以试试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有点意思 嗯 我也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老老实实给我跪下 否则 我跑了 这么炸死 你真不怕死啊 我当然怕死 但我不怕装逼 嗯 你他妈的 鸡藏钱 那你在这吓唬谁呢 鸡藏可是出了名的毒要命啊 你使出这点小伎俩 那吓着谁啊 这小子 这是要自绝反目 要不 我们一二三一起松手 你 我的手 可快捏不住了 天 老 你怎么能给这工东西下跪呢 哎呦 哎呦 我的妈呀 啊 哎呦呦 手雷嚇唬你 假的 徐曉雪啊 要不我说你没脑子呢 不会做生意 花了这么多钱 找了个水货 天子啊 你今天这让我的力量给丢尽了 张嘴 张嘴 你可要咬住了 我玩的可都是真手的 哎你说你们名字里都带一个狼 人家贪狼怎么就跟你不一样 人家屁股底下做的可是真狠 你这个真手雷我收下 带着你那些玩具回家玩去 啊对了 那个拉环让我扔到山底下去了 自己去找 接下来该算算我们之间 你不要过来 你干什么 哎 别跑啊 你觉得是你跑得快 还是我手雷招的快 七等贤 你不乱来 跪下道歉 你我是 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来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弱女子 你不是自诩高贵 我们都是一群下贱的胚子 最后一遍 跪下道歉 我错了 错了 七等贤 你别太过分 臭小姐已经给你跪下了 你还想怎样啊 要不徐小姐你来替他受光 我我错在我不该这么高 我不应该说这么过分的话 我可不应该对乔乔姐斗烧 好吧 七等贤 事情到此为止吧 大家都散了 七等贤 这件事本小姐就算了 那徐小姐 你想走 我需要雪 毕竟调动一切资金 势必彻底屯兵向氏集团 我看到时候 你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狂妄 放心吧 你们一定会输得一败突敌 我说过 我要狠狠打玉小龙那娘们的脸 很好 七等贤 你就等着受死吧 到时候 你就等着向氏集团 和你一球一弹 向导 希望你到时候还能像现在这么硬去 放心 我向氏集团 必定奉陪到你 七等贤 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找你 去吧我们在门口等你 我们现在和虎门集团之间的关系 事如水火 怎么 还不打算入局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吧 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底气 但如果赵黑龙是你的底牌的话 我们的上算几乎为零 道尼就算什么底牌 顶多算是个前者 我若是想出手 整个华国都得为我看一眼 既然如此 那三日之后我打算召开最终比局 你做好准备了吗 对付他们还有什么好准备 行了我得回去了 我老婆还等我 喂 老板 小龙来白金汉的跋场 一行 他这出来的 怎么需要我帮忙吗 不行 我自己能做 直播 难道你不知道白金汉跋场的规矩吗 什么规矩 小姐在这里射箭的时候 任何人不能靠近 你们怎么这么霸道啊 这里明明就是公共区域 我怎么没听过这种破规矩 搞什么特权啊 这是当初赵黑龙创立白金汉时 求小姐来会所玩 小姐开中的条件 只要小姐来这里射箭 就不许人靠近 那你知不知道 这家会所现在不姓赵 姓齐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真是华天下之大忌 这是那天黑龙商会会长 赵黑龙亲自说的 我和梦梦都可以对着 你最好给赵黑龙或者赵梦龙 打个电话 问问这事是不是真的 赶紧给我让开 再不让开 我让人把你们两个都赶出去 齐等心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们小姐能来这 是你会有幸 雅南 你让开吧 既然他说他是新老板 那你就让他过来 貌似是一张五十宫 这女人有把子的一切啊 让你过来 是看在你是新老板 我们不能宣兵夺主 但是 你想要赶我们走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 你想要在这里费立什么规矩 那得经过我们的统一 那你说说看 很简单 你在剑术上赢过我 这剑靶场 就听你的 既然你想比 那就试试喽 我们今天的剑术比拼 用的是古代古剑 而非复合工 你怎么不早说啊 非要答应了之后才说 等一下 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 你要是不比也可以 甚至可以回家再练 等你什么时候练好 什么时候再来找 我觉得 这样不太公平 你果然还是怂了 我是觉得 最女不公平 开古代工这种事情 对于天乡就比女人力气大的男人来说更有利益 就算我赢了你 我也觉得最女不公平 毕竟 我是男人 你再怎么厉害 也终究是个女人 鸡子还是那么大鸡 他还是那么爱惹事 我妈 你到底比不比 如果你觉得不会不公平 那咱们就比 你开五十宫 我开十十宫 如虎 十十宫 五十宫就需要进百历的臂力 十十宫 什么概念 我不管你开几十宫 只要你们赢得了我 请此以后 这把手 你说了算 把墙上那个十十宫给我拿过来 他不会真的要拿十十宫跟郁大人参加比赛吧 郁小龙 磨参加比赛吧 磨参加什么呀 说说怎么比 十步吧 然后二十步吧三十步吧 以此类推 一直到一百步 看谁的命中率高 谁就获胜 可以 听你的 既然这样 那就我先来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有人跟小姐比古代回见 真是不知死活 这就是郁大人的实力 该你 齐瑟 要不 我们还是认输吧 齐瑟 要不 我们还是认输吧 你们能不能相信我一次 我这还没笔呢 这还需要笔吗 就你 能拉得开实实的工吗 那你再给我看 齐瑟 你太帅了 竟然真的拉开了 这怎么可能 你相信 他再耗费了这么大体力试 还能做到 瞄准设计即可乘 有点意思 好久没玩 还有点上瘾 这家伙什么怪胎 竟然这么大力气 居然拉得开实实过后 而且还连开两次 不带休息的 你怎么办 毕小龙 你觉得我们还有比下去的必要吗 你赢了 这剑拔场 你又多听着我 没想到啊 你还是一个 愿赌服输的人啊 齐瑟 先生 以前是我小看你的 不过我还是奉劝你一句 像是集团人士 你最好不要插手机 他们 可不是你可以碰触的存在 那我也奉劝你一句 离虎门集团远一点 否则 我会输得很难看 看来 你对自己很有自信 有时候有信心 不见的是一件好事 将军只剑不斩蝼蚁 而你 再怎么蹦 终究只是如蝼蚁般的跳梁小丑吧 我言尽于此 你好自为之吧 齐瑟 我们真的要跟郁将军对着干吗 事情一定要发展成这个地步 我不是跟他对着干 即使他不参与进来 我也不会对像是集团袖手旁观 这是我的承诺 齐瑟 不管你站在你边 我们慕斯集团永远给你站在统一战线 我李云婉 永远站在你这一边 齐瑟 先生 我觉得郁将军受了罪 我们这样的小人物 实在不应该 卷如向氏跟虎蒙集团的分析之中 有时候啊 往往就是小人物 才能创造不可思议的奇迹 小姐 没想到这个齐等仙 居然这么厉害 能开始实施过 而且命中率还这么高 之前的确是我们小看他 希望奥雪 能多准备一些后手 小姐你是觉得 齐等仙还能给向氏集团 带来更多的资金吗 我不知道 只不过现在 越来越不安了 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只能走一步开一步 希望是我多心了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的复杀是王虎安排的 本来是想刺杀小姐的 我收到消息之后立刻赶了过来 可是小姐的管家已经死了 夫叔从小陪着我长大 我本来想老了之后给他送终的 没想到尽人 发誓 我一定要杀了王虎 确定是王虎干的吗 这个消息应该是可靠的 因为除了他之外 很少有人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向总 把车开我们公司 我亲自去找王虎 去找他 再给他一次杀人的机会吗 那怎么办 服输的仇谁来报 你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冷静 那服输怎么办啊 既然王虎想了这种手段 那就别怪我心狠 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 林中作真的好吗 有什么不对 王虎做得了初一 我们就可以做失误 请先 你若不负我 经此一意之后 向氏集团 就是你最忠诚的伙伴 最坚固的后盾 哪怕你要与天战 你会不会退缩半步 哎呀 可惜了 没能哭掉向东琴 让他逃过一劫 确实很可惜 不过 齐等贤还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本以为只是个落魄的少爷 没想到 还真有点熟的 如果没能抓住这个机会 除掉向东琴 以后就难了 既然你用了这样的手段 也就小心齐等贤 会事宜比身 徐总放心 此起不跟瓦罐碰的道理 咱们还是知道的 为了防止齐等贤 这小子兵行险道 我已经派重兵把守 到时候 郁将军也会过来 既然这样 那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平时出行 还是要小心为妙 不能低估了 齐等贤那小子 徐总放心 齐等贤那小王八蛋 敢跟我来这手段 那我就让他知道 我是他爷爷 王总 着急什么 你没看见徐总在这吗 不知道向东琴 哪来这么多钱 他昨天被我吃了那么多资金 目前他们的股票还在持续飘红 这 这怎么可能 哈哈哈哈 姓齐那个傻逼 居然敢威胁我 让我小心自己的脑袋 恐怕他做梦也想不到 我把你给签过来 王总 他可是我血脉亲人哪 这 得加钱呀 没问题 只要我能彻底拿下向氏集团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 向东琴逃过了这一刻 下一次他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你怎么在这 你惹了那么多事 我身为大哥的 怎么可能不过来 齐等贤 没想到你还真敢过来送死呀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没必要再回去了 啊 哈哈哈哈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要过来 在这里 在这里护下陷阱等着你来跳 你刚进别墅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哈哈 玉小龙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义 只允许你们杀人 不允许别人报仇 任何事情都要讲究证据 若你能拿出王虎出手的证据 我玉小龙 可以替你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 我齐等贤什么时候需要你来帮我主持公道 我的公道 一直都是我自己说了算 齐等贤 你不要血口喷人 分明是看相识鸡团快输了 想杀了我 以绝后患 弟弟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不长记性啊 总是这事 这怎么可能 弟弟 没想到你的武功到了这个地步 真是难得啊 既然你们想护人 那你是护人 我倒要看看 他能活多久 齐等贤 你以为你今天杀了人还能从这里活着出去吗 你以为这样就能对付的了我 把把把把枪放下 快救我 齐等贤 你敢当着我的面杀人 女人 你觉得你自己面子很大 齐等贤你找死 齐等贤 你可认得他 加给力派 我命令你放开他 否则 我不建议对你使用家法 好 很好 齐云峰 你竟然拿他压我 王虎 我今天饶你条狗娘 以后 以后一号则为之 啊 啊 快 跟我抓住他 你闭嘴 要不是奥学的关系 我才懒得管你这道错事 你不是说刺杀被人阻拦了吗 怎么现在又说 王虎必死 你等着看就好了 齐云峰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是你们秦家这辈里的领头羊 怎么 你不是跟他不对付吗 昨天他还 哟老弟 混得不错 你还有脸来 昨天是谁阻止我杀王 我来干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在这装什么呀 我这就赶紧说 没事赶紧 别当我的时间 也是带这么大一个老子 忙得很 你小子 装的还挺像啊 好久不见了大哥 你们什么情况啊 这位 想必就是向市集团组市长 向东平女士了吧 真是久仰大名啊 果真是经国不让徐梅啊 齐先生 你好 刚刚我探 都是演给外人的 毕竟我们齐家人 怎么能不像这自家 放心 你们仇人王虎已经死了 我亲自 死了 你小子就是逞强 昨天那个结果眼上 上门去找王虎麻烦 即便你能杀了他 你能安安离开吗 至少有七成八 逞强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明天最终赌局 不仅是龙门的高层要来 据说连京都也要来人啊 有什么好准备的呀 义群乌合之众吧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也不要轻敌啊 你们的对手 可不是你们想象那么简单 学要学我就不多说了 据说连雪国的寡头之子 罗格达诺夫也要来 他要是敢来的话 我就敢让他吃补 兜 欢迎各位中海的企业家 参加我们向氏集团的晚宴 为了促进中海企业发展 我向氏集团特意举办此次晚宴 意在成立中海企业联盟 哈哈哈哈哈哈 向总 我们龙门集团来了 我会怪罪 竟然是龙门集团的王龙 怎么可能 原来是京都来的贵客 不会 有远即是客 请坐 我弟弟刚死 向总就召开这个宴会 这也是 是 推敲推敲啊 王总 晚回一次那天 齐等贤可过了现场 齐等贤 你很好 这事儿完了之后 就是你的死机 王总 你可以试试 诸位 我们先说正事吧 成立中海企业家联盟 这件事对于中海来说 无疑是一件好事 但是 盟主这个位置 向总是怎么想的 那王总有什么高见呢 当然是由我虎门集团来做 我虎门集团在中海 可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家 哼 诸位说 是不是啊 在我看来 向氏集团确实没有资格 坐在盟主的位置上 虎门集团才是中海商界 当之无愧的魁首 盟主的位置自然是贤能者商人 我向氏集团 有信心做好这个领头羊 既然向总非要来当这个联盟的盟主 那我虎家也不合相综争了 我愿意出资一百亿美金 和虎家 郁家 龙门集团等成立 中海企业家联盟 扶持中海企业发展 先生能来也是我的荣幸 我们愿意一起筹集八百亿美金 这加起来就近千万了 你怎么办 我劝诸位 还是抓紧离开 谁要是加入向氏集团 就是与我龙门做对了 向总 我突然发现公司还有点身份处理 就先告辞了 向总 我老婆快生了 我要立马赶去医院 亲家 我们不会要输了吧 谁吃谁还不一定 你说你能拿钱出来 你爹同意了 七等贤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最好看看 你自己的钱还能不能多 你最好看看 你自己的钱还能不能多 Huck 就这么可能 我的资金怎么被冻结了 蠢女人 你找人之前最好查查 她的底线 看看她到底是个 学总 一定是他搞的位 一定是 基本贤 你又耍什么花招呢 大头啊 进来吧 爸 你给我比罪 马上给我棍口说过 二丹家 我的儿子不知道我二丹家身份 从转了二丹家 还忘了二丹家 学总 固执者无罪 这怎么回事 学总寡头怎么可能对你毕棍毕竟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我就是齐等贤 乔乔梦的老公 仅此而已 哈哈 你是没有这一百亿资金 我们龙门这家筹备的基金 也可以压垮你们 你凭什么跟我们斗 你凭什么跟我们斗 没错 我们账上可是足足有八百亿之间 你在这装什么呢 况且 你们老大 还在我们这儿呢 哈哈 今天这么热闹 总是少得了我赵黑龙 我代表黑龙商会 向向氏集团 注资一百亿 赵黑龙 你这是要和玉将军作对吗 我怎么敢跟玉战神作对呢 这一百亿 是我赵黑龙 二当家一个名 见过二当家 七等贤 这就是你的底牌 知道你有点能量 不过在我这里还足够 这只一百亿 也想找就像实际 夏冬勤 你要是还没有其他底牌的话 我可就吃定你了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我的人还没来呢 永烈君王大人到 见过君王大人 见过师父 什么 习等贤 居然是处到的师父 我仅代表个人 向向氏集团 注资一百亿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这么说来 之前真的是我看走眼了 君王大人能来 是向氏集团的荣宿 东京再次谢过 一个永烈君王 就能杀住我们 今天不管谁来 你们都得输 齐等贤 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你还敢回来啊 我身为堂堂康家大少 有什么不敢买 我仅代表我个人 向龙门资助五百亿 真是不知死何的东西 真是不知死何的东西 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还死个明白 还死个明白 齐等贤 你是在做梦吗 大哥 该回来了吗 帮着外人打我们齐甲 这事我是做不出来的 主要抱歉啊 我就不陪你们玩了 齐峰你 这叛徒 什么叛徒 我拿你们一分钱了吗 不过是陪你们玩玩罢了 徐云峰 这件事 你是彻底由我龙门为敌了 即便你退出 你也左右不了解的局 你们 还是一个死 这可未必啊 我仅代表我个人 向向氏集团 助资一百亿 美金 吹牛谁不贵啊 我还说能助资一万亿呢 网上真的能查到 有人向向氏集团 注册了一百亿 网上真的能查到 有人向向氏集团 注册了一百亿美金 就算这样 也不过和我们将将齐平而已 我身后的能量 可不单单是一个向氏集团能力 我们齐甲什么都不多 就是钱多 我也仅代表我个人 向向氏集团 注资一百亿美金 这怎么可能 你哪来那么多钱 这还算多吗 贪贱二郎家 杀神代料杀神组织 给向氏集团 注资一百亿美金 贪狼代表贪狼 污名团 注资一百亿美金 我的钱都是二郎家的 二郎家报个数就行 全世界杀神之王杀神 还有世界空军之王贪狼 都宁波世界守护的李欣山 这还是我认识的齐等贤吗 亏我之前还自命不凡的觉得他配不上我 是我配不上他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齐等贤 是幽都监狱的二郎家 他们呢 都是我监狱的犯人 今天心情不错 带他们出来放火花 原来井地之蛙 竟然是我自己 怎么样 还觉得你们龙门 有胜算吗 既然如此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算一算 你们龙门当年是如何打压我们齐家的 齐等贤 你想干什么 把王总给我拖出去 以后世界上没有龙门的 齐等贤 别敢当着郁将军的命杀人吗 郁将军 我要是想动用权力的话 整个华国都得为我赞上一战 跨国使者道 跨国使者道 奉国人民 以六都将于的二等家 为国效力多年 建设得此下奉好 加奉王决 奉好民王 传民王令 龙门集团 为非作胆 作乐多端 予以除名 负责任王龙王冒 除以计计 遵明王令 我可是胡门在上东西 康家少爷康学权 多次座 予以亵渎明王妃 今除以死刑 君 明王令 我不能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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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嫁给我命 我愿意嫁给我